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这十多天以来 有很多人都会问一句话 就是主席在哪里 前两天中国外交部信誓旦旦 说习近平邀请东帝问总统访华 而且他会亲自迎接 结果今天的官媒有报道 说习近平和东帝问总统出席了亲自仪式 但是既没有影片 也没有照片 只是发布了一张示意图 而习近平在今天继续没有露面 其实早在7月20日 就是8到9天前 习近平就公开亮相 他到了越南驻华使馆 去调研越共总书记阮富仲 之后就一直没有露面 央视新闻 在7月29日连续发出了几则习近平的消息 说他在人民大会堂 欢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东帝问总统奥尔塔 之后是举行座谈会 但是没有任何的相片提供 也没有影片提供 央视新闻的APP在早上10时34分发布 习近平将举行仪式 习近平将举行仪式 欢迎东帝问总统奥尔塔访华 并配搭20秒的欢迎仪式影片 但是这些影片只是看到解放军仪仗队和在场的小朋友 没有习近平和奥尔杰的身影 随后央视新闻又在10时58分发布 说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 欢迎东帝问总统奥尔塔访华 然后又有一个快讯是在11点08分发布 内容是习近平与东帝问总统奥尔塔会谈 11点21分又发布一则快讯 是习近平与东帝问总统奥尔塔出席签字仪式 然后到了11点55分 习近平与东帝问总统奥尔塔出席签字仪式 上面显示了一张示意图和一段影片 但是却看不到习近平的身影 这件事真的是越来越诡异 前两天信誓旦旦 说习近平会露面 用了一个最高规格的辟谣方式 放心吧 他后天就会出现在了 就是要塞住你们这些反贼的嘴 居然敢说主席中风 还离谱到了说主席失禁 看你们这帮乱臣贼子还怎么疯传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不继续转 因为主席到底在哪里 是生还是死 你只要说一句就行了 而我其实一直都认为他已经挂了 那现在的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当然是替身 为什么不拍照发出来 因为害怕被人看出破绽来 如果他还活着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出来见外宾就根本用不着这么神秘 如果不是有问题怕穿帮的话 根本用不着这么神秘 这位东帝问总统奥尔塔 应该是没有见过习近平的真人 你把李强拉去告诉他 说这个是习近平 估计他也会相信 因为中国人不管是在老外还是土著的眼中 样子都是差不多 所以无所谓 即便他看到了相片也不会认得 他也不会去分析眼前的这个人是真是还是假的 中国怎么说也是大国 一大国的领导人邀请你 那你去救世了 其实习近平也很低调的说要接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因为梅洛尼是大国领袖 而意大利有专业的设计队 有专业的特工 有专业的翻译 只要习近平一出现 跟他一见面 除非是你把记者全部赶走 不许拍照 但是在他的身边一定会有一些有能耐的随从 有可能一眼就认出习近平 所以中共当局不敢安排习近平跟意大利总理见面 至于东帝问总统就无所谓 让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人才 认不出谁是习近平 所以这次很明显 他们应该是用了习近平的替身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但是这个替身有可能会穿帮 因为在几天前就已经有人做了对比 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不少 有好几个评论员已经把这两次的习近平做一个对比 认为那个人是替身 其实有替身毫不奇怪 但是你如果要蒙骗全世界的话就非常有难度 因为你不可能完全做到一模一样 肯定会有一点点分别 就像普京一样 他有三个替身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其中一个没有耳珠 所以很明显是两个人 还有就是眉骨 眉骨也是很难搞 整容很难整到眉骨 耳珠也是一样 没有人整容会去整耳珠 除非你是演戏 去扮演如来佛祖 不然的话 没有人会这么做 实际上 昨天全世界都在等着习近平的出现 但是依然没有现身 没有现身那怎么办 你要会见意大利总理 又要会见东帝问总统 结果就推了李强出来 李强在昨天好像是当上了国家主席一样 人民日报和央视等党媒全都是他的新闻 李强会见东帝问总统 然后是李强跟东帝问总统一起检阅仪仗队 李强会见意大利总理 一同检阅仪仗队等等 等于是在行使习近平的职务 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无时无刻都在矮化总理的角色 从来没有试过让总理去检阅仪仗队 特别是在北京 所以这次习近平肯定是出事了 我认为他不只是生病那么简单 大家试想一下 在你病了的时候 你下面的手下敢不敢取代你的职能 敢不敢取代你的位置 敢不敢坐你的位子 你一天还没有死 你下面的人没有人敢坐你的位子 老毛在1975年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正常旅行职务 全都是靠张玉凤来负责传话翻译 因为没有人听得懂老毛说什么 所以只能全靠张玉凤来翻译 当时老毛已经没有办法履行主席职务了 但是没有人敢坐他的位子 没有人敢代替他阅兵 因为他还没有死 所以现在习近平下面的人所做的事情 尤其是李强所做的事情根本完全不合理 但是我也评估错了 我认为如果是蔡奇发动政变的话 李强就一定会被排挤 为什么 因为你不排挤他 以后如果习近平有什么事 他就是顺位继承人 因为第二号人物 而蔡奇不是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现在蔡奇虽然是掌握了实权 但是为什么还要继续用李强 而不去找别人来取代 首先在职务上他没有办法 因为接见外宾通常都是国家副主席做的事 那国家副主席现在在哪里 答案去了看奥运 还有另外一个政协主席王沪宁 是去了越南 还有一个人大委员长 但是人大委员长不是负责做这些事 只能算是勉强沾边 所以蔡奇现在的身份不能接见外宾 如果由蔡奇出来接见外宾的话 就会更加难看 更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 你们这帮人已经做掉了习近平 自己掌控大局了 所以让李强出来是对的 那现在到底是一大帮人在串谋政变 还是真的要因应习近平已经挂了 要隐瞒这件事 所以才干出了很多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 习近平一定要公开现身 而且 现身的时间要够长 因为时间越长 就越容易让人看出他到底是真还是假 所以 他一直以来都不敢现身 一直都没有公布相片 是不是在整理相片 没有人知道 央视只需要发几张整理过的相片出来就可以了 弄成一模一样就可以了 但是他们也没有这样做 所以很明显肯定是出事了 所以现在外面有很多传言 最夸张的是说他已经失禁了 已经没有办法再旅行职务了 但是我认为就算是他失禁也好 就算是病得再重也好 但是 只要习近平一天还没死 李强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 因为北京检阅仪仗队本身是国家元首才能做的事 李强本身连总经理都没法混了 已经被点为助理了 什么事都跟他无关了 但是居然突然间那么神勇 敢去检阅仪仗队 还有王小红也是一样 出席了两次公开场合 居然只字不提习近平 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合理 1975年 毛泽东还没死 当时他已经没有办法旅行职务 连走路都要让人扶着 已经是接近半瘫痪的状态 但是 在当时也没有人敢去干毛泽东干的事 没有人敢坐他的位置 没有人敢把毛主席万岁给摘下来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有很大的几率已经挂了 这就是我的评估 是对是错 再等多两天 到八一建军节就知道了 因为他本身在今天就应该要出现 但是一直都没有公布 如果连八一他都不出现 那就不用当这个军委主席了 我们看到了今天 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到了现在还没有看到习近平的身影 哪怕是影片 拍照的不算 因为可以造假 可以 PF 所以要再等上两天 等到八月一日就清楚了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